现在全球都在瞩目美国的第三号政治人物是否会来到中国的台湾 然后引发中美军事上面直接的对峙 甚至是直接的海战 这里我们半年的时间一直在预测中美在秋季 甚至我说就是秋分跟立秋之间 8月7号到9月21号之间会爆发一场中心的海战 其实过去这一年我们很多的预测 它是有相关联的 而且准确性还比较高 比如我们去年认为美国的通胀会上充8%甚至10% 现在是非常准确的 美国加息可能会把目标设为1000个基点 目前虽然只加了250个还不到一点 但是确实是有往这个方向上走了感觉 这几个事情其实是有关系的 先关心一下中国经济的情况 其实我在国内也做了这一期节目 说的稍微软一点点 但是好像不让播 这个就是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这个困境是比较大的 我们说已经差不多算进入衰退一年的时间了 美国也进入衰退 我也唱衰了美国很长时间 倒不是说我唱衰美国 我就输了 实际上纳子已经跌进了熊市 只不过说现在我修正了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进入衰退不错 但世界衰退的劣度更大 所以我修正成为美国没有衰退 因为这个世界其他地方衰退的更厉害 这里就说到中国的这个经济衰退 我在半年前就说要发现金这个事情 以及更早之前就说要收房上税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阶级的问题 除非自己推翻自己 是吧 这YouTube网友最喜欢这么说了 啊 Party不行了 那这个字不现实 美国政府都说不可能推翻中共了 这个网友就不要瞎操心了 那这个关键就在于说怎么调和这个矛盾 那中国跟美国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 是有改革能力的 就对内的改革 因为其他的国家不具备这样的能量 包括印度巴西这样的大国 那中美谁应该先改革 我也说了这个应该是中国 因为中国先美国一年的时间紧缩 如果你不先改革 这个阶级矛盾就会更加奔发爆发 所以我一直在说发现金这个事情 其实它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它是解决一个社会危机的问题 就是社会矛盾尖锐的这个问题 那么进入了一年左右的衰退之后 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大陆有一个保交楼的问题 就是很多房地产公司 现在是完全就没钱了 他不是说故意这个钱挪来挪去 实际上他是想每一栋都把它给保交楼 实际上每一栋最后很多的这个项目都烂尾了 就陷入这么样一种窘境 那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了 有一些房子卖不出去的 其实两三年前就已经烂尾了 只是最近一年烂尾速度加快了 然后烂尾的人多了 实际上大家都不愿意去还这个房贷 就大家都衰退相当于没衰退 大家都发现金相当于没发现金 现在的说法就是这样子 好那现在的问题是 他已经蔓延到银行 村镇银行最近这几个月很火 村镇银行还不算什么 村镇银行然后现在又蔓延开来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 就是周公子周杰这个事情 现在这个国营企业或者是围绕光源体系旁边围绕的政客旁边他们的家属 他们的周围的人员相当部分是很腐败的 当然我们也说啊这个美国也很腐败 但是我们现在说中国的问题啊 就是也有很认真工作的 有20%30%可能有更高比例的认真工作 但是你只要松懈一下 世人都容易松懈吧 这个一旦松懈一下就堕入一个腐败 什么是腐败 我给的标准很宽泛 只要你工作了认真工作了 而且是有成就的 多拿一点没有关系 我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很开放的人 只要你非常坑哧坑哧的工作 你拿你是厅级干部 你拿一个亿拿十个亿 拿一百个亿对我来说没什么 你准确的预判了这个社会的形势 社会的趋势 抓住了一个产业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就怕周公子这种 不服众 拿资源来泡妞 然后各种折腾 然后拿出来炫耀 各种挫伤社会的神经典 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而这个问题其实比村镇银行 比这些 这是一个阶级对立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在说发现金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已经是从社会安稳的角度来说 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是中金公司 这个也是算国资 这是中央级别的国资 是8万块钱的月薪 而且据说是这个最低的 其实其他人这个薪资都很高 那这些人是怎么进这些单位呢 就我了解的话 以及我的这个理解来说 应该是一些 他们的子女 一些高阶政客的子女 这种有庞大关系术 关系网的家族的一些核心成员 可以进这么肥的单位 还有一些就是成绩非常好 然后又有一点小关系的 这种也可以进去 还有极少数运气特别好的 只是靠成绩 也有机会 但是几乎很少 这些都是非常肥的缺 那这些缺的话 还有一些可能是 本身在进阶政客的这个过程中 往上走的时候 他想要钱了 或者是竞争比较失败 觉得自己可能还是往 这个享受生活的这个角度去 那么可能他的竞争对手 可能跟他答复 那么你我就从事国企 你就从事这个做政客 对吧 大家可能有一个打伙 或者是竞争失败 那就这两种关系都有 这是我的理解 跟我看到的一些情况 然后这里到这一步的话 其实我也能够理解 为什么国内像这些问题 也不允许深度讨论 但是你又不能不让大家讨论 那大家全部涌到YouTube来 那完蛋了 那国内的话 这个中文世界话语 全全部交给英文了 这也不行 那就只能是有限度的讨论 那有限度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到国家利益红线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 再往前走的话 实际上你像国内很多人 还是在体制之外的 毕竟只有9000万的党员 就算加上家属在内 党外的人才 肯定还是非常的多的 你不可能所有人都网络进去 那在这样的环境下面 肯定很多人信心会更动摇 因为生活中肯定会有不顺 往这方面去理解太容易了 而美国在这个时候 容易在经济萧条的时候 去动摇这个人心 所以网络现在舆论的这个方向 也是非常重要 那这个接骨眼的话 这个佩洛西过来 就要加上我们说的这个 现在的国际环境 那美国加息 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 俄罗斯跟乌克兰冲突 也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 半年不到 那这两件事情 其实都是一个军事 一个金融 都是收割的利器 那美国在乌尔冲突 乌尔军事 或者乌尔战争 这个事情上面 没少处理 肯定是不愿意停息的 这一点内网 一样是说的没有错 这肯定是这么一回事 那现在这个局面 就是欧洲跟日本 就是挨戈 而且我感觉欧洲 已经进入一种 就是他不争 他说他现在天然气 省着用 节约15% 这个问题在于说 欧洲已经自甘堕落 就是我 已经接受 现在这个世界对我不利 我就少用一点 就变成这么一种局面 日本也差不多 这个你来顺手 好 现在的情况就是 美国 其他国家资金 回流美国之后 美国的经济 显得没有萧条 所以我说的是 显得没有萧条 那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 现在我们中国这边的话 美国之前爆发了 一整轮危机 中国并没有 但是避免了之后 其实现在从经济的 这个角度来说 也出现了硬着路的情况 这种硬着路 是过去40年来 没有出现过的 中国也没有经历过 真正的经济硬着路 所以这种环境下面 会怎么走 特别是社会危机 跟政治危机 我们刚才说的 周公子这些 其实是偏向于政治危机 村镇银行 如果没有爆发红马的话 那根本就不是个事情 根本就不是 几百亿的这种 但这个红马 就是一个信用的问题了 对吧 政府公信力的问题 现在的情况就是 美国再加上 佩洛西跟台海 这个行程叠加起来 美国希望在 八月份的时候 形成共振 所以说跟我们之前的 这个预期 很多地方是相类似 然后那这里的话 要转向另一个 这个我们的猜测 就是中国这个 做大哥的这个角色 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 就是中美现在 的这种对抗 必须要有一个结果 就是台湾的话 它实际上是 摆在这个世界 眼镜进程上面的 一颗绊脚石 就到底它是西方世界 对它有更强的影响力 还是说它彻底的 一下就回归中国的怀抱 这个事情要有一个 清晰的界限 然后全球的公民 78 79亿人 80亿人才好去做决断 或者说 34亿的美国人 那么14亿的中国人 才好做决断 到底我是 往黑龙江发展 还是继续在上海待着 是继续 是去海南岛建设一下 国际富人岛 还是说 还是说在香港 继续之类待着 那这些问题 台湾就是 这类挡着的 而且很多国家 它站队也是一个问题 那斯里兰卡 它到底是站美国这边 还是站中国这边 像印度这样的国家 它不站的话 实际上是要饿死的 一些中小国家 印度这些不至于饿死 但是它也要有 清晰的合作路径 所以说现在的话 中国这个必须要有 中美之间必须要有一次激烈的对抗 那现在佩洛西来不来 台湾 气氛已经拱到这个程度上面 也就是这次佩洛西回美国的时刻 或者是在酝酿一段时间 全球人民就要开始做这个选择了 因为它落不落台 这个是跑不掉的事情 对吧 这个大家肯定全球人都想知道一个结果 就它不像三月初的时候中国有十位左右的这个空军的精英死了 应该这个事情我们当时也说过一下 可能跟美国有关系 但是不但内网没有什么报道 微博有一些就是烈士 这个出病的 这个包括头七有一些纪念的 官方没有上 这肯定不能上 这个烈士纪念一下 亲朋好友在网络上发一发这个纪念的 你不可能说不让人要发 现在不知道找不知道找得到 但是是有的 这个新闻是有的 然后没有说美国的事情 没有说这个事情是因为美国 但是肯定是因为美国嘛 才在南海这边大量的这样子 而且是不是说有直接的对抗 或者间接的对抗呢 美国就更没有报道了 美国官方没有任何的消息 然后YouTube只有个别小主播吧 就像我这种的 这种小流量的 就说一下 所以这种没有办法引起全球共识 中国人大概公众都不知道 你都不能建筑媒体的 就不太可能获得真正的这个趋势走向的一个判断 不能作为一个晴雨表 所以说佩洛西的这个行程 这是他几十年政客 35年了 87年到现在做了35年的议员 比较高明比较厉害的地方 其实他就算他不落台湾 他就算是很怂的回去了 实际上他也推动了世界的进程 那就表明美国不敢去 因为他只要一旦迈出去出发了 实际上这个行程不是他一个人可以决定 说起来就是说是他自己办公室的问题 但是你作为众议员议长 而且几十年在美国政坛上面的不倒翁 这种不倒翁 不可能说不了解美国国内的政治 不可能不了解世界的趋势 那这个这么显而易见的这种形式判断 佩洛西当然也会听从美国主体的这个美国的意志 以及美国政坛整体的意志 他当然也能够听得到 像地上地听一样 地上菩萨地上那条狗地听一样 就你必须的听得到这个世界的声音 地球的脉动 这个美国的脉动 那这里就说 他只要踏出美国那一步 他就在推动历史 那他就是历史人物 就是更加的勇在史册了 至于落不落台 那是不让他落台 那是美国cover 整个美国是软弹 对吧 如果落了 那么中国这边不进攻 那是中国的事情 那分析到这里 我们就往军事跟非军事都说一下 军事方向很明显大 那就是和大国之间爆发一个中情的冲突 我觉得到这里为止 点到为止 然后大家各自回去骂 然后金融跟经济彻底脱钩 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 如果说往核武器方向上 或者是往失控的方向上 美国觉得他可以吃中国的很多航母 这个让中国损失惨重 这个不现实 那中国是有核武器的 那中国想要同样想要让美国付出多么重大的代价 也有机会 那自己也要付出伤亡 应该大家的伤亡最后可能会算的 应该是差不多 因为军事这种东西 你看乌克兰跟俄罗斯 现在冲突到现在 克里米亚大桥一直没炸 大家还是有商量的 大家的史上数字实际上是彼此的 会互相报复的 现在当时这个莫斯科号沉默的时候 实际上俄罗斯好像也有对美国进行一系列潜在的报复 就谍报系统有这么去操作 当时俄罗斯的一些关键的军火部门着火了 那美国方向也有这样的新闻报道 那这里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们说回来 就是我们军事结束之后是往脱钩走 如果假设万一没有军事 不是万一啊 咱们期待没有军事行动 那么他肯定也是会往脱钩发展走 因为你军事既然大家都相互不动 美国跟中国都商量好的 我们以最大的意志维持住世界的稳定 免得爆发核战争以及世界大战 因为俄罗斯已经在打了 那现在中国这边在打 那就真的是世界大战 这个五场里面三场都在打 而且是相互之间结盟们 往这个结盟方向上打 那这样是不好的 不合适的 好那么就回家继续用金龙牌 除了军事牌之外 只有金龙牌可以相互收割 也只有金龙牌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跟重大的利益 可以让这个世界尽畏分明 让这个世界 比如说从货币体系的角度来说 人民币结算跟美元结算两条体系 那这个就分开了嘛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印度想要揭露中国 想要揭露美国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说中国那是房价跌 美国是股价跌 好那印度就考虑 那我是跟中国合作 还是跟美国合作 美国股价低 那我是买他的股票 还是说买中国的房地产 跟中国跟 就是举个例子这么说 那像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 他也会去思考 那现在战是不打了 对吧 那这个跟谁合作 经济利益大一些 那这些的话就会加快演进 因为没有军事牌 你这个烈度就可以往上面走 往上面走 我举个例子 烈度多高 那就是我前面分析说的 加息签个基点 国内收反兰税 即可落地 反兰税这个问题 我们再跟周公子说一下 刚才我说的发现金 这是一方面可以调和这个矛盾 你不可能隔自己的命 你只能调和这个矛盾 你调和这个矛盾 除了发现金这种手段之外 反兰税也是一个方式 现在不是税收不够吗 税收不够 如果反兰税收了 你公共服务增加 这几年中国的公共服务 一直在增加扩张 比如说今年养老人退休 增加2000多万 那这2000多万人 如果说你退休金多增加一点 实际上他们的子女 也就是年轻人 像我们这位 他就舒缓舒缓很多 他的医疗条件 公共再增加一点 现在是说90多的人 都有社保卡 对吧 那增加 每增加一块钱 来自于这些富人 那么这些社会矛盾 又会舒缓一点 那这种利益洗牌 实际上一直被压着 反兰税到现在没收 或者有房子的朋友 不要生气 叫房地产税 那美国方面 也是要这样的问题 就是加息1000个基点 这个落实下来之后 美国的资产阶级 就真正的要吐出很多的财富 那这种增加息 实际上带来的 就是美国持续的衰退 以及世界持续的衰退 世界衰退是可以收割 但是美国国内房地产暴跌 股市暴跌 肯定是跑不掉的 这个不是说 我刚才说没衰退 我是说着玩 聊天 实际上美国衰退 这个是铁定的 只不过说相比世界来说 大家都衰退 显得美国没有衰退 这个环节就是社会任性更加激烈的比拼了 扛了 其实美国社会也很不稳 中下层 中国社会也刚刚露出了这个迹象 美国是乱过 乱了一轮的 现在就是下一轮还没有开始 那现在这个比拼 如果在这种 因为这种收缩 肯定是非常的激烈 谁都不愿意把钱吐出来 你说像周公子这种 他愿意吗 中金公司的底下网友打句说 这个老婆把他这个信息暴露出来 这个结婚证刚领 搞不好就要离婚了 那这个很痛苦的 这个钱意味着社会地位 意味着婚姻 意味着家庭 意味着生活方式 意味着很多东西 那往这个方向上走 就是中美的要有商量 一个是美国必须要确保 让世界知道台湾问题没有解决 否则他就吃大亏了 然后实际上从结果上来说 中国是受益的 因为军事这张牌只要没出 越拖一天 按理来说对中国是越有利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 所以说这点中国肯定是受益的 但是美国想要不是吃那么大亏 就是维持现状 就是台湾问题没有解决 而且是往更加激烈的 这个方向上走 而且要影响中国的这个 社会稳定跟社会建设 社会安定的建设 但是这些我觉得的话 都是一个更加表层的问题 其实说到根本还是一个内部阶级的这个矛盾 是不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跟调和 那中美各自有优势跟劣势 那美国的优势是 它可以收割世界财富 这个全战能量在 但劣势是它低层的这个收入跟高层比差太多了 还有一个就是种族问题夹杂在里面 包括说像毒品跟枪支这些问题 泛滥这些问题在里面 而中国大陆的这个问题就是 没有经历过经济危机 同时呢 因为Party它是一个执政党 它是比较容易直接受到攻击的 你说攻击美国的资产阶级 美国的底层说美国的资产阶级是谁 比尔盖茨他算是 那美国的股票的股东他算不算的 他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 但是Party这边是有党员证的 那你是党员就是党员 不是党员就不是党员 这个还是另说还是另外一回事 你这个党员跟又有钱 这个就更加直接了 那你还不干活 然后你又喝茅台 这种事情肯定是有腐败分子 肯定是会这么干的 努力的人 这个世界总是少 哪怕是以前曾经努力过 你后面就不努力了 或者是一时糊涂干一些糊涂事情 这些都有机会 这些就很容易在美国之间会挑唆的 让移民跟资金的流转会出现变动 同时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这两天我看瑞士说 要没收中国官员 中国富人在瑞士的一个 一万亿美元的这个资产 那最后我们就不总结了 延伸一下就是中美谁输谁赢最关键还是内部的改革 其他世界其他地方是没有改革的能力的 我们说了 那中美之间要改革也是因为既然大家要彼此竞争 最后可能最后肯定要分出胜负 不可能几十年之后还是这个样子 还是这个胶着 一定是有人输有人赢 那中美的体制我们说了 肯定大家是有优势也有劣势的 就像军事一样 大家肯定是半斤八两或者相差不大 或者是潜在有追赶的这个趋势 那么这个体制也是 无论是政客带着资本家玩 还是资本家带着政客玩 大家都各有优势 那么在未来的这个环境下面 大家必须得展现出对内改革的魄力 对内改革的能力 以及对内改革的这个成效 你有成效 有魄力有能力还不行 你要有成效展现出来 世界才有小弟愿意跟着你干 或者说新加入中国 这个跟着中国干 那么也只有有改革这种东西 才能奔发出更多的创造力 才能有科技潜在的科技革命 才能有潜在的这个生产力的提升 也只有这个样子 才能真正是算是有效的竞争 然后推动人类的这个文明进程 而不是说仅仅是战争 战争本身并不创造东西 它就竞争到尾声的时候 实际上是就是结束上一轮周期 开启下一轮周期的一种手段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直接能诱发中美改革 这个倒是一个大大好事 但问题就在于改革肯定会触动 既得利益者 这种既得利益的触动 如果没有战争 大家能够说服自己内部吗 这个就是 就现在就是8月份 我们说在这个敏感的这个交作点上 大家各自都能说服 国内的那群既得利益群体吗 一边是顽固的政客 一边是顽固的资本家 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我说一下这个YouTube的播出 我还是会时不时的更新一下 因为有很多分析 确实内网不太好做 你像刚才这里分析 已经涉及到了 Party的一些执政问题 这肯定是没有很好 没有办法很好 在中文世界里面公开讨论的 在这里聊一下 其实我也是希望 自己有价值 对社会对世界有贡献 哪怕是一点点 因为我们看过去半年 我猜测很多方向 还是有相当大的正确性 我想大家看了很多大V 所谓的大V 无论是国内的金灿龙这一类的 还是说外网的一些小刀消息的 这些Stone这些 我还是有很多地方敢说 而且争取率很高 这些 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 我也愿意聊 就时不时的说一下 现在也是重大风险的时候 世界马上迎来掌新的格局了 好 我们这个短片到这里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